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拍一個 說了很久要拍的影片 就是頭髮護理的影片 剛剛開始拍YouTube的時候 拍了一段頭髮護理的影片 當然已經變了很多 頭髮的護理 其實我覺得 之前的護理比較多步驟 反而現在就少了很多 簡單了很多 先說一下我 是什麼性的髮質 我的頭髮 其實每一條頭髮 都是非常幼的 是很幼的 然後 漂它之前 它已經比較容易打擊 當然我不是一個 非常喜歡梳頭的人 而且本身的頭髮也是偏平的 其實今天這裡已經夾軟了 頭殼這裡已經夾了 彎起來了 所以 算是比較蓬鬆的 但還是比較便宜 看得出我的頭髮其實是漂了 我本身是今天拍之前拍這個影片 但我說不及了 因為昨天只顧著撿影片 現在也就不完 我本身想今晚會上載 但應該不能上載 我今天又去了做頭髮 我在Chair One 我的髮型師就是Can Dark Cool Can 今天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就是 也有漂一點點 但就是上面這個 黑色這個位置 做了一些highlight 遲些它關上出來 也不會說一段黑色 好像布丁一樣 我的髮質 也不算乾的 也有頭髮也不是經油 我是可以隔日洗頭 而多數的時間我也是隔日洗頭 因為其實漂了 如果不隔日的話 就真的會 可能頭髮會很快很乾 所以我盡量也是隔日才洗 現在就開始說 我會用的產品了 每一次我去都是 要是Mak Ma 就買給我 我就用 或者自己看到哪一款 我覺得好像OK 我就試一下 很少會真的 重複地買 某一款 現在在用的 就是這個 OG Exit Organics 的洗頭髮 很快 這個就是 Argan Oil of Morocco Renewing Conditioner and Shampoo 很多blogger Youtuber Dale說這款 其實這款也挺香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你 賣給我擦身的味道 差不多 說回另外一款 Shampoo 這個就是Lush 我這支比較久期 應該買回來 新的 這支就是Lush Big Shampoo 它是有海鹽在裡面 它專門就是可以 洗到這些頭髮 比較有蓬鬆感 很適合我這些 又有 然後比較塌的頭髮用 這個我不是每天都用的 我是想 那天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想拍照更漂亮 我就會用它 所以它會令你的頭髮看起來 會比較 疼鬆 專門給這些 即是漂了 做了顏色的 其實我有齊 它有三種顏色的 我有粉紅色 紫色 還有銀色的 它其實是很香的 洗頭髮 然後它也是偏 水 不知道看不清楚 它是偏 水 水 即是很 稠的相反詞是什麼 很水 其實 很稀 這個牌子應該叫做 ROID 紫色 這隻叫做 Platinum Purple Shampoo Rich Moisture 其實它後面是全部人物 其實我都沒有適用 第一次用完 我就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我就問我髮型師 其實這個是他介紹給我的 就是你洗上頭髮 搓了出泡 你就有它放五分鐘 那我就比較貪心 我多數會放十分鐘 我永遠都是雙倍 別人的時間 但是它就沒有什麼 很濃烈的化學劑 尤其是我聞上去 味道上沒有很濃烈的化學劑 但是一定是化學劑 這支 我覺得都可以放久一點 它就不是一隻 我不會說它是一隻賞色的洗頭水 它是不會令你的頭髮變成紫色的 它是幫你調整顏色 就是可能有時候 你漂了 你頭髮變綠 變橙 變好黃 它就幫你調整 那我就用這個洗頭 就比較快 跟另外下一個要講的產品對比 就講Overtone 我覺得Overtone應該是整個video的主角 其實Overtone就是那時候Bethany介紹給我的 我都用了一年多 用過三種顏色 我用過粉紅色 紫色 還有藍色的 我點了一個銀色 但它還未到 Overtone最主要有兩樣產品 最方便用的其實就是它這個 我暫時只有三樣在 多數都是放在美國 它有分三個 一個就是淺色 就是pastel 我就沒有用pastel 因為pastel 就是給一些漂得很淺的頭髮用的 那眼色都不太明顯 那我就喜歡用一個叫vibrant vibrant就是中間的眼色 然後有extreme Extreme就是最明顯 最鮮 最上色的 護髮素這個就是可以 就是差不多每次洗頭用都可以 那它就真的會上到顏色 你頭髮真的會變色 它這裡說就是放三至五分鐘的護髮素 那我之前也跟了它三至五分鐘 我就放了大概四分鐘 中間位 但就發現好像不是太明顯 然後我就跟Bethany說 這個Overtone 我覺得不是很想洗 那Bethany就教了 其實護髮素可以放了十分鐘 那我每次都會放十分鐘 那可能塗完這個Overtone的護髮素 我就會去敷一個面膜 那些可能Origins那些 都是十分鐘的 那剛剛好 再進去洗走面膜 和洗走護髮素 真的很想洗 我可以給你們看 一張照片 是我用Overtone前 Overtone後 是真的可以保持到 顏色非常之厲害 那然後它就有這個 Overtone的go deep 那它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weekly treatment 就是一個hair mask 那它真的非常有效 它真的令到頭髮很軟 而且摸上去 真的好像 那些未染過頭髮 真的非常之軟 因為我記得 我之前沒有用Overtone 剛剛Bleach 那些頭髮過一段時間 真的會開始有點乾 但用完之後 真的軟了很多 我反而如果這兩個要選一個 我想會選一個面膜 這個面膜 它就是敷十至十五分鐘 但是我會敷了半個小時 就是它最長的時間 Double了 這個就是 因為我想可能敷的時間長一點 所以就是很 我感覺上是想洗過護髮素 還有更加潤過的護髮素 所以如果要選一個 應該就會選一個面膜 洗完頭的步驟 那我也是用毛巾包著它 讓它乾乾乾 那因為始終頭髮本身已經難梳 再加了漂了乾乾 就更加難梳 那就會用髮尾油 那其實髮尾油就是多數 內膜叫我用我才會用的 或者我也有用過之前Body Shop那些油 它是可以塗身、塗面、塗頭髮都可以的 但是這個時候我就沒有髮尾油了 都放下了 用過好像Pantene L'Oreal也有用過 還有OGX的髮尾油 都是這個系列來的 油都有用 現在還在用中 然後梳了 其實我是一個很懶 我不是很喜歡梳頭的人 我只會是洗完頭 要吹就可能會梳一梳 然後我也不會梳 我甚至乎是早上起床都不太梳 所以其實我的頭 大過的時間都是偏亂的 但如果真的要梳 我就會用一把這樣的 我還記得 媽咪你記得這把梳嗎 這把梳是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我們不記得大梳 因為Nic Ma的頭髮 它不太需要梳 然後就沖去買的 我記得好像在吃飯 媽咪去買的 它是一個普普通通 這些叫什麼梳 點梳 一致梳 這個就不會用來梳頭髮 因為這個 它的孔子 牙比較密 我的頭髮多極 所以這個會很痛 我用這個來分界 就分一下界 這就是這個梳的作用 我覺得最好用就是Tangle Chaser 這個 為什麼好用呢 因為它梳得不痛 為什麼不痛呢 因為你看到牙是非常 非常... 我不想放太近 因為有幾條頭髮掛了 但你看到牙是非常短 再加上它是非常軟的 它是梳得順你的頭髮 但如果頭髮比較厚 可能它只梳得一半 因為牙比較短 我覺得不一定要Tangle Teaser Tangle Teaser 純粹因為我的頭髮很容易卡 其實可以用任何這些 其他梳都可以 這些好像我隨便 好像沙沙 或者長遠 只是顏色混合 你看到這些梳 它的牙都是偏軟的 你看到嗎 就是用手指按它 都可以動到 或者它會彎彎 就可以 而且要確保 其實如果它梳的牙尖 有一個圓圈 波波的那些 是舒服一點的 因為有些它很尖 刺到頭髮真的好痛 如果真的要用梳頭 就會這樣 或者其實用手指 其實是最舒服的 我覺得 很明顯地 剛才提過 我不是每一天都洗頭的 因為真的 如果每天都洗我的頭髮 但是收得得很快 而且真的很乾 不洗頭 怎麼算呢 有兩個做法 就是用產品方面 當然不算大摸 或摘起來 媽媽非常不喜歡 用這個 就是這個Dry Shampoo 丁媽媽說 她覺得這個很化學 對嗎 這個就是Batiste的Dry Shampoo 之前我不太明白 別人說 那麼喜歡Batiste的Dry Shampoo 我想都是Dry Shampoo 就是噴出來 乾洗劑 但是我真的試過幾種不同的Dry Shampoo 真的覺得Batiste是最好用的 那我就沒有試完所有的味道 我試Original 還有粉紅色花花的那個 然後就噴噴噴噴 一噴在髮根就可以了 其實是不是髮根 上面是根 髮尾髮根 髮根 這裡是可以 還有再加上它是快一點 那你媽媽比較喜歡呢 其實 這個不是BB粉來的 這個是爽心粉 其實 我比較喜歡用BB粉 這個我覺得很大的味道 但是用完它先 我喜歡很多的 那我就會把它倒在手上 這樣搓勻兩邊 然後我的頭會這樣 整個人倒轉 然後我會 在髮根裡面 它就會 幫你吸油 BB粉 Johnson & Johnson 白色的BB粉 風筒啊 或者其他Styling Tools 我都比較少用 風筒我都會用的 但是我其實 不會真的把頭髮吹乾 因為如果你不是吹乾 頭髮其實沒那麼漂亮 所以我髮型師都經常跟我說 他看到我的Instagram 照片 這些頭髮是整個S字形 就是你用YWAT 就是因為我未吹乾 頭髮 走來走去 就變成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都多數不會吹乾 我會選擇 早點洗頭 或者早上才洗 那頭髮就可以 Airdry 我覺得好像健康一些 但是 有人有跟我說過 其實Airdry 不是真的那麼健康 那對頭髮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 之前你有看我第一個 頭髮護理的影片 你會知道我 那時候是會用那些 鉗 還有 捲髮那些東西 現在我真的很少用 其實我今天的頭髮是軟的 因為我今天剛剛去染完頭髮 但平時你看到 是直不甩的 想弄軟的 我就紮起鞋 然後放在這裡 暖暖的 多東西做 真的沒什麼時間用 而且經常要遷就很多時間 Garrity就不會用 就沒有再用我 Amica的夾 那個夾 其實最後我還是還不懂 用它來弄髮頭髮 所以 然後弄髮的那些也是 少用 我想我差不多兩年 沒有用過 所以我不會把它放進這個影片裡 那就講完我所有 Hair Care的產品 應該都 對 應該講完 所有關於我頭髮的東西 好 謝謝大家看我這個影片 看得到最後一尾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訂閱 記得訂閱 記得還可以追蹤我的社交媒體 我最多用的地方 就是Instagram 那就是 OSONICOLE 那我們就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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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